太漂亮了这个东西 考古专家将西汉皇帝刘鹤墓中的奇珍异宝一扫而空之后 又盯上了刘鹤棺材中的宝藏 在随后的清理中 专家不仅在棺果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金器 还发现了传说中的九窍玉塞 就在专家们看着满满一棺材的宝藏两眼放光之时 一件圆柱形玉器引发了在场所有人的哗然 几个年轻的女考古队员甚至当场看得面红羞涩 那么这枚圆形玉器究竟是什么 光果之中还出土了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奇珍异宝 保持你的好奇心 放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季带你走进西号皇帝刘鹤陵墓之谜 经过考古队员长达几年的发掘 西号皇帝刘鹤陵墓中的本物几乎全部被清理完毕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打开刘鹤的光果 12月19日上午8点端架开始尝试打开光果 经过所有人的奇心协力 光果的外国板终于被打开 外观板被调走之后 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维持震惊 只见在内外观之间 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陪葬品 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地下埋葬 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地下埋葬 又见黄金带着喜悦的心情 考古队员开始提取外国板上的文物 将散落的气箱提取上来之后 一块体型庞大的玉壁显露了出来 专家所说的汉质一尺二大约相当于如今的30厘米 如此大的玉壁保存状况却不是很好 已经缺少了一块 这时专家想到提取外国板时 深浅在棺板上的残壁 正是它缺少的部分 将这块木壳提取下来之后 惊喜再次降临 打开木壳里面又出现了一枚精美的玉壁 随着考古队员将盖板打开 成堆的惊喜显露了出来 这也让专家不禁感叹 海昏后墓葬简直就是一座大型的金库 如此多的金器随葬在墓中 即使到了地下墓主人的身份 依旧是尊贵无比 就在这时专家发现 此前提取出土的马蹄金上 雕刻有上字 当时他们认为上是上灵院的意思 然而这次发现的马蹄金上 分别刻有中下字样 由此专家判断 金器上的文字应该另有含义 马蹄金临子金基本上能是确认 它上面有上宗像 基本上能确认是属于皇帝 颁子给诸侯王的 金饼和金板 可能跟当时西汉王朝的 咒金制度有关系 咒是祭祀祖先用的酒 马蹄金提取完毕之后 高谷队员开始提取金饼 经过经理 一共提取出土96枚金饼 每块金饼净重260克 总重量更是达到了25千克 如此多的磷纸巾 马蹄金 让从事考古生涯几十年的专家都高呼 我从来没见过 更让人为之震惊的是 部分磷纸巾和马蹄金中 还镶嵌着十分精美的琉璃 在汉代时期 琉璃的制作工艺一直由皇家垄断 价值远远高于黄金 经过专家们的小心提取 一共脱土15枚磷纸巾 21枚小马蹄金和12枚大马蹄金 将这些提取完毕之后 专家将目光又转向了耀眼的金板 这是最好下手的地方 就从这个位置下手 这专家有些东西来 把手进去就好了 可以吗 我下去了 等会 等会 我这手再往进过去 好 起 一 二 三 七 五 太重了 小心点 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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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周圈 翻周圈 好 比较成啊 小心点啊 没事没事 在考古队员激动的欢呼声下 20块金板被提取了出来 这是首次在汉幕中发现金板 经过考古队员长达几天的提取 那一百关之间的随葬器物 终于被提取完毕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 开关 虽然所有考古专家都急切的希望打开官博 但考古发掘容不得半点闪失 就目前这种你们看到这种情况 下一步咱两个方案 现场经理还有一个套像提取 你们倾向于哪种方案 从我感受来讲 我倾向于第二种方案 套像 整体套像拿走 我也是 经过专家们的简单商议 他们决定 舍弃现场开关的第一套方案 实施第二套方案 将牧主人的棺果整体套箱 运回实验室 再进行下一步的开启工作 关外的随葬品都如此奢华 那么关内会有什么样的奇珍异宝呢 当专家打开西汉皇帝刘鹤的棺果之后 居然在他的下体发现了传书中的浴缸塞 经专家鉴定 这件浴缸塞居然还是一件二手货 难道刘鹤生先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2016年1月15日 整体套箱工作正式开始 此时考古队员决定 先将此前发现的200多万枚五珠钱 整体套箱提取 盖上圈纸 喷上水 这样可以保持文物的湿润 避免受到外界空气带来的伤害 经过一系列的保护工作 五珠钱被套取成功 随后保护队员商议决定 开始吊转五珠钱套箱和关锅套箱 闻讯赶来的几十家媒体记者 此时全部在幕口等待 五珠钱的套箱首先被运出牧师 随着启动机的起吊 五珠钱套箱缓缓升起 稳稳地放在了载重车上 万事俱备 考古队员决定起吊关锅套箱 你们俩跟那边同步啊 开始吧 二十分钟以后 在大幕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刘鹤 终于重见天日 由于事关重大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专门调来了武警 特警 负责现场的安全保卫 经过所有人的齐心合力 关锅终于被放到了车上 警车开到 卡车聚中 军车断后 浩浩荡荡荡直奔考古实验室 2016年1月16日 所有人都在做着开关前的最后准备 随着关板被撬开 关内的场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 此时内关的关盖板被稳稳地掉了起来 首先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大量的玉 黄金有价 玉无价 关内简直就是一个玉器库 就在这时一枚玉制的印章吸引了所有专家的目光 只见坦露的部分赫然有一个流字 印章上显现出来的流占据了张面的一半 也就是说另一半只能是一个字 这会是考古队员期盼已久的那个字吗 屏住呼吸细细查看 另一半引现着一个赫字 刘鹤 与此前考古专家判断的一致 大墓的主人果真是刘鹤 五年来对墓主人的猜测与纷争 终于是落定尘埃 五年来的考古发觉 种种迹象都将大墓的主人 指向了当过27天西汉皇帝的刘鹤 但是做出最终认定 需要更为直接的证据 如今终于出土了印章 最终也确定了墓主人 就是第一代海昏豪刘鹤 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漆盒 哎呀太漂亮了 做工 这个东西 你看啊 这个就没有 你看这鱼 这个就没有 这么嵌进去的 这个 这个都是 往那边上 这个好像很漂亮的 有结果 您的装饰 有这个玉的保持的镶嵌 对 提取这些漆盒之前 专家们商议决定 为棺果做一次X光头设 这样能了解 棺中文物的摆放位置 经过专家的一系列操作之后 透视结果也终于出来了 棺果内部随葬器物的叠压情况 远比想象的复杂很多 不是 像好几次 对 就好几次 这是装饰 这是装饰 这应该是服务装饰 X光拍摄完毕之后 考古队员首先提取 棺盖板上的文物 将对于内棺 棺盖板上嵌着的文物 叠压关系不是那么复杂 玉片死死的嵌于棺本之上 这是棺内玉臂的残部 乳白色的玉料晶莹剔透 玉制的代沟 鱼鳞状的文饰 动感十足 随后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大量的玉片 上面还有穿戏所用的小口 棺盖板位被翻过来之前 考古队员判断 玉片是以金丝连缀的 这时再次仔细观察 有可能这些玉片组合而成的是一件金鱼玉衣 刘鹤或许是穿着包间的私驴玉衣 下得葬 在汉代时期 只有帝王才有资格穿 玉衣下葬 刘鹤死的时候只是一个海昏猴 穿着玉衣下葬 显然违背了制度 此时发觉内官的工作也正式开始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考古队员再次审视表层文物 玉片遍及整个官邸 大小相当 散布的很是规整 棺盖板上附着的玉片 与他们原本是一体的 如果是玉衣的话 应该有大有小 排列的不可能这么有趣 由此专家推测 有可能这是玉玺 玉片腐朽的十分严重 如果是玉制作而成的话 绝不会变成这般模样 汉代时期 琉璃的制作被皇室家族垄断 价值远远高于黄金 以习为葬 如此普通 既没有违背 规制建阅 又慰藉了死者因命运跌宕 挤压在内心的北起 在琉璃锡的边上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 类似硬塑料的薄片 随后考古队员开始提取关内的文物 首先被提取的是一枚 被放置在负面上的玉壁 玉壁采用精美的和田玉制作而成 色泽温润 晶莹剔透 然而正当考古队员要拍照记录的时候 镜头中的一幕 却令他吓了一跳 原来在玉壁的中间 居然出现了一口牙齿 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地下埋杂 刘鹤的牙齿竟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这也让考古队员心血多化 首先牙齿可以接近他的眼里 同时根据这个牙齿 还可以知道他得有什么病 更重要的是 他这个牙齿能够做DNA基因的分析 然而接下来出土的一枚玉缸塞 看着一些女考古队员面红羞耻 好古专家正在清理的是大名鼎鼎的西汉皇帝刘鹤的玉缸塞 然而经过鉴定以后 所有专家却面红耳赤起来 原来这个玉缸塞居然是个二手货 最后的发掘更是让专家高兴的手舞足蹈 因为此前发现西汉皇帝刘鹤的满口帝王牙 为了解开刘鹤的基因密码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专门从北京请来了一位体制人类学的专家 希望能从刘鹤的牙齿中提取到DNA 以便将来能够找到刘鹤现存的子孙后代 关内的清理工作还在继续 此时专家首先将刘鹤身体上的玉壁一块块清理出土 你从上面往下走 底下卖有点捞腰痕迹 然而当刘鹤当部的玉壁被专家提取出来之后 一个类似笨状的玉器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这件玉器的位置实在是太特殊了 此时一位专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难道这就是传书中的玉缸塞 一般常规来讲就是C缸门的 玉缸塞是九峭玉塞中的遗件 是汉代贵族下葬时常用的玉器 他们认为九峭是人精气流动的气孔 人去世之后如果使用玉器来堵住九峭 就可以使自己的尸身保持千年不符 等到时机成熟还可以飞升成仙 随着这枚玉缸塞被考古队员清理出土 考古队员却发现了有点奇怪 就是在这个下端发现了 它这个有一个玉缸塞 这个他使用了一块其他的一个玉来代替 就这个缸塞 原来曾经当过27天帝王的刘鹤所使用的玉缸塞 居然是个二手货 然而更让专家们感到崩溃的是 这枚钢塞居然在专家提取的过程中不小心被搞断了 紧接着专家又在牧主人的头部位置发现了一对玉瑙珠子和一对玉片 但是怎么也没有找到刘鹤的耳塞 就连遮盖生殖器的玉罩也不见了踪影 难道说刘鹤在下葬的时候将这些繁复的步骤讲话了 没有完全阻断自己的究竅吗 而且这些玉缸塞经过专家的观察 竟然全都是一些二手的替代品 自时专家高呼 刘鹤生前应该有使用二手货的特殊癖好 4月18日 高谷队员开始提取刘鹤腹部的文物 随着高谷队员的小心清理 诸多精美的小器物露出阵容 将这些宝贝提起完毕之后 体质人类学专家来到了现场 当然吃得很好 可能是个虚瘦 它可能有肠胃病 肠胃病 然后经常热拉锡 或者有肚子有虫子 专家仅仅看了一眼牙齿 就直接判断出了刘鹤的身体状况 但是更加详细的东西还需要在专业的机器下检测 随即 专家将刘鹤的地方牙提取出 这些牙齿 被送往高科技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那一关的清理工作还在继续 经过专家的提取 刘鹤关内底部的刘李席终于被清理完毕 然而 接下来的场景 直接让高谷队员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在刘李席的下面 居然镶嵌了真正一百枚金饼 这已让专家看得两眼放光 高呼 我从事考古行业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牧葬可以出土如此多的黄金 到现在为止 仅仅是牧中出土的金器 总重量就达到了一百一十五公斤 就在此时 实验室就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由于时间太过久远 刘鹤牙齿的DNA检测失败 而关于刘鹤的金密码和他的后代到底在哪里 也成为了一个千古谜团 但是 让专家感到惊喜的是 牧中出土了大量奢华的陪葬品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给小鸡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